這條就是要和大家溫一溫說什麼是Sign Rule 在任何三角形,我們給名字是ABC Sign Rule 就是Sign 的角度除對面的邊是一個constant 即是Sign 這角度 A 除世界A 世界A 即是大階 angle A 對著那邊 等於Sign B 除世界B,Sign C 除世界C 這裏是任何三角形都可以用的 問題就是什麼時候可以用 剛才說過除了任何三角形都可以用的 題目都要給某些條件才可以用的 例如這個情況 如果它給了兩隻角和一條邊理 你就可以用Sign Rule 這裏有一條題目 有三角形ABC 有兩隻角50度68度 AB就是長二 現在就希望你解決ABC 什麼是解決ABC 就是三角形的三角形的邊長 和三直角度都找出來 好 那我們來解決ABC 好 那我們來解決ABC 首先在這三角形的三角形 你看到有兩隻角形給了你 所以第三隻角很容易找的 這個Angle BAC 就等於180度 減50度 再減68度 那就知道是62度 接著我們就用Sign Rule 我們可以這樣寫Sign68度 除對面的邊 而 就等於Sign50度 除對面的邊 AC 這次你會發現 那個未知數就是邊長AC 我們有另一個寫法 就是等式的左右兩邊 因為只有一個分數 所以同時分子分母 所以變成邊長分子 Sign的角度就是分母 即是變成這樣 而除Sign68度 等於AC除回Sign50度 這樣寫的好處就是 直接把Sign50度 丟到旁邊的成 就可以找到AC 那你就可以這樣移行 然後用計數機按 就可以找到AC 這樣就出到AC 就是1.65 改一條3色的 另一方面 我們可以用同樣的方法 去計算BC的長度 2除回Sign68度 等於BC除回Sign62度 BC就等於2乘 Sign62度 除Sign68度 按機做到1.90 Correct to physical 這樣就叫做 Solve Triangle 三條邊長 三隻角都知道 接著看下一個例子 好 試試這條 就要解決這個Triangle PQR 這隻角是95度 PQ長10 QR長15 現在你可以試試做一做 我想這條 有同學會寫15除Sign95度 等於10除Signangle PQRQ 這條公式是用得對的 不過這樣寫 就不算是最快的方法 因為這次的未知數 就有角度R 所以有沒有個快一點的寫法呢? 我們就可以把長度 放在分母 把角度放在分子 所以就會變成Signangle 這個PQRQ 除回10 就等於Sign95度 除回15 下一步我們就可以把Signangle PQRQ 就等於10乘Sign95度 除回15 用計數機一按 就會出到0.664129779 或者同學會出到1298 也不足夠的 OK 接著 Shift Sign 這個小數 就會看到 有兩個答案 一個就是Angle PQRQ 就等於 57.295度 這只是其中一個答案 因為你要留意 如果Sign 某個角度 是出現一個小數 這個角度 除了Shift Sign 這個角度 還可以是180度 減回計數機的角度 大家要特別留意一下 兩個都要寫完 不過你細心留意一下 這兩個答案 有一個是不要的 就是第二個 為甚麼呢 為甚麼呢 好 跟正一下 應該可以按出這兩個答案 一個就是 Shift Sign 0.66412幾度 另一個就是 186-45 1.61幾度 後面這個 就要reject 因為你發現 這隻角 加上95度 已經超過180度 所以我們就知道 這隻 Angle PQ 就是41.6幾度 那隻 就是這個 Angle PQ R 就是把180度 減回 95度 然後再減回 41.6156005度 那就會得到 43.384幾度 按 就寫回去 好了 三隻角都找到了 最後 PL 的長度又可以 怎樣找呢 最後用Side rule 找回PL 可以找到PL 就是 10x 43.38幾度 除回 41.61幾度 答案就是 10.3 correct 3 6 非 以上兩條 例子就是 如何使用Side rule 找三個人的邊場 或者角度 你會發現 兩條特性就是 一是 就給了 兩條邊場 一隻角 一條邊場 一條邊場 一是 兩條邊場 一隻非 甲角 有時 它會給你三條邊場 或者 只給你兩條邊場 一隻 甲角 這兩種 成分 都用不到Side rule 我們就需要 Coside rule Coside rule 就是 說 比如 一條邊場 A Square 就如 剩下兩條邊場 的Square 加起 再減二成 旁邊的兩條 成分 cos 那隻 我們就俗稱 A square 等於 B square 加C square 減二BCcos 你不用特別是 一定是跟 ABC 總之你記住 這條邊的邊場 的Square 等於 這條邊場 的Square 減二成 那兩條邊 成cos 那兩條 夾角 比如 這個情況 有兩條邊 一隻夾角 你就可以直接 用cos rule 找到對面的邊 這條 試一下 又是 給了三角形 ABC 有兩條邊 一隻夾角 用Side rule 是無法計算 那兩隻角 和邊場 因為 用Side rule 它對面的兩隻角 都不知道有多少 所以 這條 試用cos rule 之後 就試一下 Solve Triangle ABC 先找了 BC BC的二次 等於 10的二次 即Square 8的Square 選擇 2乘10 乘8 乘8 乘cos 60 這裡 你就可以用 夾數機按右手 先 你就會按到 84 所以 BC就是 開方84 OK 好了 三條邊場 有了 10 8 開方84 我們可以怎樣找到 剩下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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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就有一個 巧妙 就是如果 我們要找到 這個 長度 和角度 我們也可以用 cos formula 幫你找 這個 巧妙 就是 我們可以用 cos formula 或者cos rule 把cos角度 做subject 這次我們要找 這個角 B 我們可以怎樣做 看著 本來 如果我們想找 這個 ac 場度 即是所謂的 b square 就會剩下 a square 加 c square 減2 乘a 乘c 乘cos angle 但這次的目標 我們要想找 angle b 所以我們就把 angle b 做subject 變成這樣 cos b 就等於 那兩條 夾邊 的 square 減對面 b 除了二乘 那兩條夾邊 什麼意思呢 譬如 bc 用了開方84 先寫下 現在我想找 cos b 我們就要用 cos b 這個角度 夾著 就是10和84 所以我們就這樣寫 我們就寫成這樣 cos b 就是10的square 加開方84的square 減8的square 除了2乘10 乘開方84 這裡 你就算cos b 就是這裡 先按 然後 shift cos 你可以直接按 b cos b 就是 sq 加 84 開方 2 除了2乘10 開方84 Angle abc 就是49.10 你拿回答案 就是49.1 為何我特意拿多幾個小數位呢 有沒有同學知道 沒錯 防止Roundoff Error有五差 大家都知道 這裡 其實我們可以用Angle Summer Triangle 找回最後的角度就可以了 你說我可以用cos 但是有Angle Summer Triangle 當然是用那個2 Angle acb 就是180度 減60度 再減回 49.1066 0535度 這樣就方便快點了 最後答案是70.9度 quare to free 這裡就讓你看到 就是用cos 好 那我就想問問同學 究竟我什麼時候用cos 什麼時候用cos 呢 如果 題目是給了 兩隻Angle 加一條邊的話 那我們先用cos 先用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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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第二個情況就是如果 題目是給了 兩條邊 再加一隻飛甲角 再加一隻 再加一隻 甲角 再加一隻 再加一隻 首先呢 我們可以先用cos 先用cos 然後大家想想 如果用cos 找到第三條邊之後 即是三條邊都會知道 即是說 已知有三條邊 那我們就可以繼續 用cos 找下去 其實主要就是分四個情況 找到三個人 無論是否直角三個人都好 大家就記下它 寫下它 作為入手的方法 OK 這就是提醒你 看到三個人的任何條件 你就可以用來入手 去計算的方法 非常之實用 如果題目給了兩隻角 和一條邊的話 先用cos 如果題目給了兩條邊 和一隻飛甲角 就用cos 入手 題目給了兩條邊 和一隻飛甲角 就用cos 入手 題目給了三條邊 也用cos 入手 這樣 就可以慢慢 找到新的資訊 就可以找到 整個三個人的三條邊 和三隻角 請大家留意 和記一記住的入手方法